每个人都怀念自己轻松的岁月 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一种想念 或者说一种情节 但是时间是在不断地再往前走 所以就是你争取活好下一秒就好了 每个人活法不一样吧 就是你遇到的事 遇到的工作 遇到的人都会影响着你下一秒钟的判断 我觉得反正就是 首先要心态好 尽量地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影响别人 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我觉得人人都希望说话简单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有时候没办法 你必须去面对一些挑战 还要面对工作 还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人群 都会有 所以就是每个人的遭遇不一样 环境也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简单 你小心眼又怎么样 那就是也得活这样 对吧 你不包容又能怎么样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是认清自己的这个能力和位置 就踏踏实实地在自己的能力范畴之内 把事情做好 让别人没话说就行了 对 其实演艺界的演员内向的人很多 对 但内向不代表他就做不了演员 对对对 你慢慢你成熟了 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我觉得你需要去理智地去面对一些事情 对对对 所以内向已经不解决问题了 它只是一个你的属性而已 并不代表你做事的质量 演员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开什么速度上什么档 就是演员是一直在一个这个存储当中 你可能你在演一个古代戏的时候 你你从小说上 从无意中看到的一个电影里面 吸收的表演是这些东西 你用不到这个吸收 所以它的能量库里面一直有 我就是为什么说我一直盼着 就是说我一直希望能够演一个分裂的东西 所以说也积累了好长时间了 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这次是盼到这么一个机会 我也要想给影响 所以这个按钮 就说我一直在 Спасибо 帮忙的好长时间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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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相同的于是 本来不想要毁度了 这就是意思的